北京故宫东华门3月16号晚间遭到人驾车破门而入 目前故宫官方已经证实相关的消息 综合港媒报道 事件发生在16号晚间 微博上流传着短片显示 涉事的私家车直接撞开东华门的大门之后 长驱直入故宫的范围之内 东华门有门钉被撞受损的情况出现 拍片者说造势的司机曾经对警方声称有人要害他 募集的民众也表示涉事的司机撞开东华门之后 破门而入如入无人之境 并冲破了三道物体的防线 往太和殿的广场开去 但是这些细节都有待证实 今天故宫博物院官方的回报回应该事件时表示 针对今日有网民发布开车进入故宫事件 经过核查属实 故宫博物院对此深表痛心 并向公众诚恳的道歉 今后将严格的管理杜绝此类的现象 也感谢社会的各界对故宫博物院的关爱跟监督 不过报道指出 相关的影片在微博上遭到大面积的删除 有网友就质疑造势者是否有特权 有网友表示 就想知道这东华门是不是人民的东华门 是不是文物 是不是受到法律的保护 为什么没有任何的警情通报 为什么秒删视频 为什么有人在降热度 为什么被屏蔽 为什么连东华门被撞都有被加入敏感的词汇 依据的是什么样的法律 动用的是什么行政手段 什么时候国家舆论管控跟信息的屏蔽管理 成为特权的呢 根据了解东华门为紫金城东门 建于明永乐十八年 也就是西元一千四百二十年 东华门东向跟西华门遥相对应 门下设有下马背时 门内金水河南被流向 上架石桥一座 桥北为三座门 由于紫金城建成之初 到明家进朝之前 文华殿一直作为太子的供需使用 东华门就是供太子出入紫金城的通道 因此东华门的级别略低于其他三门 门丁也就自然比其他门少了一列 所以从明朝开始 皇帝就几乎不从东华门进出紫金城 事实上这并非北京故宫第一次爆发争议事件 今年一月中旬 一名女子开着奔驰吉普车进入了故宫的西华门 并在微博上炫耀引发社会的舆论关注 随后该女网友身份被启底 原来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公的森席 之后何长公家族中的女儿何光静通过代转声明向外界致歉 表示歌扫管交不严给社会造成恶劣的影响 最近一两个月来 中国多次趁乱派出战机试图要恫吓台湾 16号晚间中共的军机又出现在台湾的海域 来执行夜间飞行的训练 有学者认为之前外界盛传解放军染疫 因此共军这一次选择难度较高的夜间训练 似乎也是在回应传言 强调战力并未受到疫情的影响 台湾国防部16号在官网证实 国防部征获中共空警500歼11等型机 在16号晚间7点左右 在台湾西南方海域执行夜间飞行训练 期间曾经接近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经过空中征询战机适切的应对 实施广播距离之后 共机已经飞离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国防部强调国军运用联合情间针作为 对于台海周边的海空域状况 均能全程监测 并充分地掌握跟应处 护卫国图的安全 美国之音报导 这是共机首次夜间飞行训练时 接近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也是近一个多月来 共机第四次做出的挑衅行动 前三次分别是2月9号的 歼11等战机绕行巴士海峡 西太平洋跟 宫谷海峡 2月10号由澎湖西南方跨越海峡中线 以及2月28号出海延续 一度进入台湾西南海域的防空识别区 中央社报导 专研中共军事的国立中正大学 战略纪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又表示 自从疫情爆发之后 不时传出中共解放军染疫的消息 虽然军方强调军队医护零感染 但是日前新浪微博论坛空军版有贴文表示 解放军一名飞行员在2月28号晚间9点多 在飞行过程当中失事殉职 但是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型号跟失事的原因 并没有进一步的详细资料 林颖又说 这一起疑似失事的事件 让中国网友跟军事迷议论纷纷 猜测军队是否因为感染武汉疾病 以至于后勤出现问题 因此他说 共军这次选择难度比较高的夜间训练 是借此向中国的民众表明 解放军有能力在这一段期间维持好战备 对内的宣传意味浓 此外也是向陆续传出坏消息的美军 宣示其战备能力 因为美国先前曾经对解放军的后勤提出质疑 认为共军内部可能有疫情 不过林颖又强调 共军演习或者是训练都有排程 因此历次的共击扰台事件 虽然存在着一状况调整执行事件 回应相关议题等情况 但基本都是在既定计划之内 不会随着突发的事件立即反应 在过去这一段期间 中国出现多起引发高度关注的社会事件 包括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生前遭到训诫一事 但是在其他调查结果陆续公布之际 李文亮案却迟无下文 对此中国学者强调 北京当局一定会在适当的时机 给民众一个答案 中央社报道 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 因为看诊染上疫情而殉职 这一位吹哨人之死触动人心 中国的网友为他喊冤 网上并涌现言论自由的呼声 国际媒体也纷纷报道 面对沸腾的民意 官方在李文亮去世当天 就派出了调查组前往武汉着手调查 隔天并公布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组 已经抵达当地的消息 但是调查结论却至今不明 相较之下 疫情期间另外三起发生较晚的焦点事件 却早就已经先后地公布调查的结果 分别是2月21号 山东任城监狱爆发疫情 2月26号疑似染病女子武汉出狱之后 上回北京 以及作为疫情期间隔离点的 泉州新家酒店 3月7号的倒塌事故 其中前两例已经做出了处置 对于官方迟迟未公布李文亮案 调查结果已是 总部设在美国华府的 非盈利组织公民力量 敦促中国当局尽快地公布 并指出调查不应该耗时一个多月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则对美国军表示 北京当局不过是说说而已 这是中国政府试图要分散 人们对这个案子的关注 也是为了要平息公众对于中国政府 对疫情处置不当的怒火 先前 风传媒也曾经报道 曾经担任香港卫生官员的陈炳中表示 北京当局现在是进退两难 也可能后悔承诺彻查 而微博也有人担忧追起事件 恐怕会成为百年的悬案 不过中国官媒环球时报 引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表示 上述的三个案例在疫情防控时期爆发 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 负面影响非常的大 相关调查组快速的做出回应 是公众所期待的 至于例外的李文亮案 是否会实生大海 任建明表示 李文亮案的调查组 是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召集 因为调查组要调查的问题比较复杂 牵涉的部门较多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召集 可以更好地协调各种力量 深入的调查 他说李文亮去世之际 社会的反响强烈 中央正式响应民意派出调查组 但是这起事件相比于其他更为复杂 牵涉的部门也比较多 国内国际高度的关注 相信在合适的时间里 中央调查组一定会给民众一个答案 中国该不该趁着这一次的危机来特赦犯人 近来引发讨论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人权律师谢燕毅 近日上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要求他在当前抗议期间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7条制规定 尽快做出释放以及赦免政治犯 特赦普通形式犯的决定 他希望以此向全社会传递一个资讯 刑事司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救赎而非责罚 根据报道 中国宪法第67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的职权 人大议案之后通过 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 经过人民法院裁定 检察院监督 由司法行政机关来执行 谢燕毅解释说 按照国际的惯例 一般分为政治的特赦跟自然灾害的特赦 国家可以在战争 瘟疫等特殊条件下行事特赦 保护没有话语前的被羁押者 1949年到1975年期间 中国先后进行过七次的特赦 1959年之后 多次对蒋介石集团 为满洲国跟伟蒙将自治政府的战犯进行赦免 直到1975年赦免全部的在押战犯 最近一次的特赦是在2015年 习近平在中国抗日战争 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对四类服刑罪犯予以特赦 主要针对参加过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对外作战的人 以及老年人跟犯罪时未成年的人等等 总共特赦了31527人 因为流行病特赦罪犯的经历从未有过 但是谢燕毅认为 开先例未尝不可 因为对全社会跟政府来说 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可以降低财政的压力跟管理的成本 同时也降低再压人员密度 来保障生命安全跟健康 伊朗可以特赦 为什么中国不能特赦呢 而且他说在技术层面方面 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 亲北京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军瑶 近日力争惊吓前 立法会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 他牵头成立的二三同盟 15号在全港各区设接站来收集签名造势 被指以口罩作为招募的工具 同一时间港警也正在研究 首次用反恐条例 来检控年初的炸弹案被捕者 有评论分析 是为了恐怖主义来制造案例 为23条立法来铺路 根据德国之声报道 从网络上的影片可以看到 为了呼吁民众签名的支持 二三同盟排队人士就一手签名 一手拿口罩 西贡区区议员柯耀玲就指出 有人募集二三同盟的义工 在桌上放了数十只酒惊喜手艺 说签名就可以领取 吸引了上百人排队 根据了解 现场参与者大部分是长者 联盟成员香港政研会主席 邓德成回应迟一时解释 口罩是新界关注大联盟私人送出的 强调不是签名支持23条就送防疫用品 报道指出 何君尧日前召开记者会表示 上个月底已经发动网上连署支持23条立法 20天之内收到了上百万个网络上的签名 其中23%来自于香港 大约有23万人 14万人是中国内地人 其余大部分是来自于海外 他表示反修例运动显示 有人发动颜色革命 有必要立法来维护国家的安全 争取在这一届立法会 换届前来完成23条立法 从而对抗外在的敌人跟搞分裂的人 他又指出澳门的安定繁荣跟23条立法有关 很值得香港接近 同盟的草案新增一系列的条文 包括禁止发放假新闻 禁止在任何公共场合示威来佩戴口罩 禁止在公共场所侮辱执法者 禁止公务员参与反政府活动 禁止在紧急情况下发动罢工等 无度有偶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日前在受访时表示 今年初发生的三宗爆炸平案的被捕者 行为跟意图存在着恐怖主义的元素 正跟律政司研究是否要以刑事条例 还是该以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来提供 两者最高的刑罚都是终身监禁 如果以反恐条例来提供 将会是2002年立法以来首次 被问到是否会从本土恐怖主义 来延伸前瞻国家安全立法 跟为了有关执法规划 邓炳强表示 有法就执行 没有就无法执行 警方是按照目前的法例去做 本土恐怖主义 是近来港警挂在嘴边的新名词 港警2号在去年治安情况总结的新闻稿当中 指出反送中运动是暴徒为了表达 对于社会跟政府的不满 而选择伤害市民大众 以及引起社会的恐慌 首度表明香港已经出现 本土恐怖主义的行为 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分析指出 官方眼中香港情绪已经一步步 升级走向恐怖主义 警方改用反恐条例来提控 目的是要加强阻嚇力 并且提高社会的紧张气氛 制造恐怖主义的案例 配合情中媒体舆论公事 建制派的街头造势 都是为了23条的立法来铺路 刘瑞烧表示 23条是北京长期以来的新魔 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战 香港反送中 跟疫情的宣传站上 越发担心外国势力利用香港 来进行和平的演变 国安法更显得迫切 即使北京完全可以绕过23条之名 用香港现有的法力来落实 23条之实 像是港英政府紧急法 下面的禁谋面法 但是习近平仍然会觉得 这些都不是国家安全法 一天心魔未除 一天还是会不断地制造气氛 他也表示 如果北京应退23条 势必会引发新一轮的抗争 甚至比反送中还要激烈的冲突 这是封建模式跟现代文明的碰撞 对香港来说将会是一个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